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同修他已经皈依三宝了 好虔诚 发心 上功下施 早晚定课 如理如法 自修度众 一觉奉行 好同修 常常亲近他 亲近这样的人 受境界发大愿 你亲近这样的人 你就是有个三灾八难的 你跟他亲近他都会消除 都会波转 那都不用去处葬 不用去骑牌位 入位 你就亲近这样的人 跟他聊聊天 你哪有心呢 那他讲这句佛法 像清流一样 像甘露融入你的心中 那灾难就不见了 因为所有灾难是自心招感的 没有自心招感以外的灾难 没有这种事情 那就是不知道你这个心的包藏 祸心 也是罪恶的这个种子在心 你自己看不到 他好像已经发出电波 把这个灾难叫过来 一直叫过来 招感过来 你自己看不到 你遇到一个善知识 遇到一个拒戒 发善愿 如理如法行持的通修 吃个便当 聊个佛法 甚至讲个笑话 讲一件感应故事 再或解释走了 没有了 不能临身了 你看看情景这种通修多好 情景这种善知识多好